Let's go 但是有细心的司机朋友会发现这样一件事 那就是在驾驶座和中空台之间 一般来说会有一条缝隙 而且这条缝隙还比较大 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有经验的老司机天天都在使用 这一缝隙其实可以看作使用来改装的可变空间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在网上购买驾驶座旁边的储物格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挂在驾驶座的旁边 这样这条缝隙就变成了一个储物格 如果车上储物格比较少 而且经常不够用的情况下 这时候我们放一些银行卡 身份证以及重要的证件就会显得特别的方便 这也是车厂为了考虑不同人群的使用方式 所设计的可变动式储物格 需要我们自己开发和安装 其实在我们的车辆上有很多 我们自己并不太熟悉的系统或者是单位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详细的阅读汽车使用指南 做到无尽其用 千万不要浪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